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 如果你喜欢请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刚刚闭幕的中共19届六中全会 我们知道墙内这两天在这几天在开这个六中全会 我们今天有一期节目聊这个会议上 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要推这个叫所谓的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相当于是要把习近平供上神位 我们知道现在习近平的权力已经集中到和皇帝没有区别了 对吧,他推这个决议就是再次巩固他的地位 然后我们知道他已经取消掉了所谓领导人任期的限制 也就是说用这个决议来为他第三个任期不平道路 要继续巩固所谓习近平的地位 从这个角度也能看出来 他的权力也并不是完全的就是无可撼动的那种 否则他也没必要推这个决议来为他的第三个任期不平道路 在星期四十月十一日 这个所谓的六中全会就闭幕了 然后会议审议通过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所谓的第三个决议 然后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然后发表了一个全会的一个公报 这个全会公报就高度赞扬了毛泽东并强调习近平在中共党内的领导地位 新华社的报道说是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托做的工作报告 审议通过了中共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然后习近平就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致的这个公报的内容 这个公报首先是回顾了一年来取得的成绩 一年来取得的什么成绩 从2020年初到现在 共产党不说对中国人民做出了多大的贡献 他为全人类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就是把这个病毒传遍了全世界 几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有这个病毒的影子 然后这个病毒严重影响几乎所有人的生活 当然这个不会写到他的那个 不会写到他的这个公报里边了 这个所谓的公报称 全会充分肯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以来 中央政治局的工作 中央政治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脱贫攻坚战 如期打赢 其中用大量篇幅歌颂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 实现了一穷二白 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 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 他指的是大跃进吗 大跃进的确是一个很巨大的飞跃 就是在数字上 中共实现了整个宇宙史上都没有过的飞跃 当然他的代价就是几千万人的生命 然后彻底结束了救中国的屈辱外交 赞扬毛泽东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 也善于建立一个新世界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他就是没有提什么 毛泽东的贡献很多 除了他上面官方提这些东西 我估计显然他漏掉了其他更大的一些贡献 比如说大跃进 对吧 比如说大饥荒 比如说文化大革命 我觉得这个是毛泽东跟斯大林和那个希特勒 可以匹敌的成就 可以写进人类历史 不光是中国历史了 我们知道之前那个出了两份决议 之前一次是1978年 由邓小平主导的中共第二份历史决议 是透过给予毛泽东建国有功 文革有罪的所谓七三开历史定位 批判了这个毛泽东执政后期的错误 间接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一扫除了个人崇拜和大权独揽问题 我们知道这第二份这个所谓的历史决议 相当于是还是有点意义的 它的意义在于什么 就是说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 整个国家已经到了 已经到了快崩溃的边缘 在那个社会上各种武斗 各种文斗 然后在经济上 整个经济已经处于快要崩溃的边缘 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不但在物质上很频繁 而在精神上饱受压迫 饱受潜质 就是说你什么样的思想想法都不可以有 只有信他的共产党 只有信他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相当于是什么 邓小平接手之后 相当于是扭转了这个局势 进入了所谓的改革开放的时代 有人评论说是通篇看下来 只有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 全篇没有新的内容 都是这几年执政的反反复复宣传的内容 就是反反复复洗脑的内容 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 为什么还要不断的重复呢 就是要用这个思想 用这些话语规范 统一中国老百姓的思想 这样的话 他的共产党就可以做到千年万年 对吧 这个七千多字的这个六中全会公报里边 还涉及到了所谓中共建党 百年五任领导人的所谓的成就 然后相当于是每个人都给大概评述了一下 就是在谈到毛泽东的时候 与1978年中共第二份历史决议有所差异 这就有点为那个毛泽东犯案的感觉 公报仅突出毛泽东执政期间的那个政绩 完全没有提到毛泽东在执政后期引发的重大错误 毛泽东除了让一穷二白的中国人变得更加一穷二白之外 他还发动了伟大的文化大革命 对吧 不知道斗死了多少人 不知道让多少人生不如死 但是这个公报一点都没有提及 对吧 在篇幅占比方面 最多自数的是现任总数据习近平 超过两千字 第二个是毛泽东的约一千字 第三个是胡锦涛约六百一十个字 最后才是邓小平的接近四百个字 而江泽民在公报中所占篇幅最少 今天用了284个字 除此之外 这个公报还说了什么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21世纪马克思主义 是中国文 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马克思的理论已经被苏联 已经被很多的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 已经证明是失败的 还在这搞什么马克思主义 万文苏联马克思主义搞得怎么样 为什么搞了搞了就解散了 对吧 马列主义搞了之后死了多少人 当然中国也不例外了 继续用这个东西 还会造成更多的中国老百姓的死亡 越是坚持所谓的这个狗屁马克思主义 越会为中国老百姓再带来更多的灾难 公报还说什么 党确立习近平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地位 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 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 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 具有决定性意义 这基本上是在巩固习近平的地位 有人评论习近平的这个执政 说是过去九年的执政风格 表现为一方面相当感性 但是这种感性也意味着缺少抽象思维能力 他的很多政策是互相矛盾的 另外一方面他所服务的是一个可能终身执政的问题 相当于胡耀邦 江泽民及胡锦涛过去四十年的集体领导的体制 其实都是一个开明专制 全面确立一个集权主义的体制 然后有人说习近平在过去的执政的这九年 什么搞反贪腐行动 的确让中国底层老百姓感到希望 我没说过 习近平的反贪腐反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对吧 他反的是他的政敌 所谓的反贪腐就是利益在分配 就这么简单 如果真要反贪腐你就直接把共产党灭掉就OK了 然后这个新华社报道还说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委员有197人 候补中央委员有151人 这个就是基本上是这个所谓六中全会官方给出的这个所谓的那个公报内容 就是没有什么东西 就是唯一的就是出一个所谓的这个决议 然后来巩固习近平的地位 然后为习近平明年的二十大上继续连任铺平道路 当然我们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说 我们是希望习近平执政 因为习近平是加速师嘛 习近平继续在执政个十年八年 或许对墙内的老百姓来说解脱的更早一点 对吧 否则的话中国老百姓会一代又一代的被洗脑被控制 结果明年召开的这个二十大 可能基本上要把那个非习派的人全部给清理干净 也就是说要大批的这个习派的人嘛 要进入常委啊 要进入这个政治局 我们来看媒体大概梳理的内容 就是从地方上 在六中全会前 中共地方已有多轮人事变动 部分地方完成换届 都属于二十大人事布局的一部分 十月二十五日到十一月一日 新疆山西荷兰以及安徽四省 率先完成了本轮省级党委换届 其中十月一日 郑山杰当选安徽省委书记 他曾长期在厦门工作 是曾任厦门书记的中共发改委主任何立峰老部下 而何立峰是习近平的福建系习家军 十月二十九日 林伍当选陕西省委书记 同天楼阳生当选荷兰省委书记 楼阳生是习近平浙江旧部 十月二十五日 陈全国连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 十月十九日 黑龙江江苏江西 湖南广西云南西藏 共七个省市省级书记的那个调动 包括辽宁省原省长调任广西党委书记 福建省原省长王宁升调云南党委书记 河北省原省长徐勤升调黑龙江省委书记 黑龙江原书记张庆伟调任湖南省委书记 江苏省原省长吴正龙原地升迁为江苏省委书记 新疆原党委副书记李毅飞同日接任王军正 9月30号中共省级官场也有一轮人事调动 除了江西原省长郑山杰 当时升安徽省委书记 山东省长李干杰 原地升山东省委书记 今年至少还有19个省份的书记 还没发生过变动 包括了什么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四个直辖市 其中那个衡南省委书记 陕西省委书记 贵州省委书记 福建省委书记 浙江省委书记 湖北省委书记均是2020年才上任 一般估计六中全会之后 广东重庆上海 北京及天津的一把手会陆续出现调整 加上陈全国连任书记的新疆 这几个地方按惯例 党委书记会兼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一旦人事更迭 就要出级政治局布局 然后媒体就猜测这个 这个政治局的这个变动 10月25日 陈全国再次所谓当选新疆党委书记 1955年生的陈全国 今年已经66岁了 若此番留任意味着 可能能够继续留在中共政治局 参考前例 作为地方大员 从上海先后升入政治局常委的 余政生韩正 都在中共政治局换届的当年 仍然连任市委书记 按此推测 陈全国甚至还有入常的可能 可能性不会太高 据说陈全国身体已经出现问题 政治局常委大饼也不够分 陈全国本身并非习的亲信 只是以残酷镇压藏人 新疆维吾尔族作为政治投名状 获得重用 这名臭名昭著的实权官员 还能流然说明中南海要利用其干一些脏火 不顾一切 重用酷吏 应受国际谴责 这个陈全国的确是的 据说中共副国级以上领导人 任职年龄一般参考所谓七上八下 新任年龄不得超过67周岁 68周岁以上不再提名的潜规则 这个只是过去江泽民搞权斗时弄出的 中共黑帮内部交易规则之一 习近平不一定继续找办 但由于等着上位的人太多 这类规则打破的可能性并不高 若按此规则 现届政治局25位成员中 明年至少有11人江道林退休 包括两名政治局常委 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 他是1950年生和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韩正 1954年生 其余18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过线的是许其亮 王晨 刘鹤 孙川南 杨洁篪 陈希 杨小杜 张又霞 郭升坤共9人 地方大员中目前站位政治局的 有广东的李希 天津的李鸿忠 上海的李强 新疆的陈全国 重庆的陈敏尔 北京的蔡奇等6人 均未过七上八下的政治年龄线 但已在本职位5年 按惯例全部不进则退 进者或入常 如韩正在19大入常 或当副总理 如胡川华在2018年两会上 或任副总理 退者就可能转当人大副委员长这种闲职 比如前新疆书记张春贤 期前退位 后在2018年两会上担任人大副委员长 现任北京市委书记蔡奇 是习近平的敏系枝江新军的且感嫡系 但后来并非入常热门 最有可能退居二线担任人大副职 天津的李鸿忠 有江派背景 或以捧齐之名 2016年在官场中 第一个呼喊出习核心 随后被调天津 自年升入政治局 近两年李鸿忠破显低调 可能是因为上任后政绩频频哀批 2020年天津负债率更高达79.29% 李鸿忠也可能要退居二线 所谓之江新军的重要代表 重庆初纪 陈敏尔一直是热门入常人选 甚至还曾传是习的接班人选 陈敏尔和上海的李强 广东的李锡都是习的亲信 按照习在二十大的控局需要 三人当中应该至少有两人能够入常 不入常的也可能安排副总理 但最近也有港媒引用北京消息说 李强和李锡可能进京 陈敏尔会从重庆调往上海 这个就是我们根据媒体的一个梳理 当然这个都是猜测了 我们看那个中共的这个内部 就好像看一个黑匣子一样 你看的话永远是隔着一堵高高的墙 这个是猜测了 我们明年可以拭目以待的 但是习近平接着毫无廉耻的干第三任的 这个可能性非常之大 这里边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他在这过去的九年 搞了太多的江的人 对吧 就是搞得输了太多的政敌 因为所谓的反贪腐搞掉了太多的人 这样的话他的目的要一直只剩下 否则的话他有一天退位 这帮人会过来清算的 所以对习近平来说 他在台上的这个时间越长 能够越能够把这些江的人 包括胡锦涛的人清理的越干净 这样的话他退位之后 讨伐他或者清算他的可能性就没那么大 所以这个是他考虑最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之所以习会现在变成一个皇帝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他相当于是在江和胡的这个斗争中渔翁得利的 然后被推上来之后得到了胡的支持 当时就把他军委主席就给了习近平 而习近平拥有了那个大权之后 和那个王岐山配合 就疯狂的打压那个江的人 到后来又连那个胡的人都不放过 就是基本上是把江胡的人清洗掉了 现在在位的都是基本上是习的人 在清洗的过程中 因为江的势力在中国有很多年 所以他那个清洗的过程中就会树敌无树对吧 这是他一个自然的选择 你想一下他如果只干两届 他就退位的话 这帮人势力还没有清理干净 因为毕竟江在这个军政中扎根这么多久 这么多年 一旦习退位之后 这江的人肯定会反扑的 所以对习来说最安全的做法就是 他要当皇帝 他要给老百姓一个那个借口 说是他要继续干下去 从他自己自身的考虑来说 是他自身的安全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他干的时间越久 越能够把那个江和湖的人清理干净 他清理的越干净 他后面退位的时候 他始终是要退位的 他退位之后 清算他的可能性就不是很大 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这种极权统治到最后 就是会出现皇帝 因为你只有当了皇帝之后 你才能够安全 否则的话 你就会被后面上台的人清洗 就跟江一样 江如果当年也像西一样 就是不下台 然后接着自己搞 他后面的人就没有机会了 对吧 你看江一退位之后 习近平就开始清算 虽然江在湖执政期间 把持了朝政 但是他始终是要退位的 他退位之后 你看就遭受到了 习和湖的联合 联合绞杀 然后江的人就被清洗掉很多 因为他权力没有一个很好的 一个很好的一个分配机制 民主社会 他的权力交接 是通过底下老百姓的选举进行的 所以他不存在说是 谁清算谁的问题 比如说 川普退位之后 也没有遭受拜登的那个清算 对吧 川普的权力也是老也是 美国老百姓选举上来的 然后拜登的也是老百姓选举的 所以他不存在一个说是 清算谁的问题 最多的就是他的政策 或者是他对选民的那个承诺不一样 你看这个就是民主和这个专制的区别 专制必然会走向极权 然后走向那个黄权 因为这是人性的一部分嘛 好的 关于这个我们就了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 再见